端午节,念阳照,家家门上插来汤,挂丝线,带香包,娃娃乐的梦有巧,吃粽子,滑龙船,祭念去园永济郎,五月五济郎。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,是中国传统节日,端午节。 端午节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,纪念爱国诗人屈原。 屈原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大臣,遭人陷害,被流放边疆。 面对山河破碎,屈原束手无策,五月初五,投身密罗江。 百姓听闻屈原身亡,为了保护尸首,免受鱿鱼侵蚀,将粽子投入江中。 后人延续在端午这天,吃粽子滑龙舟的传统,借此缅怀屈原。 端,意为开端,五,意为五月。 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,容易发生瘟疫和灾祸。 人们为了避免病魔的侵害,会在门头挂艾草, 胳膊缠上五色线,腰间佩戴香囊,家家户户和熊黄酒。 所以端午也有去病消灾,迎祥纳福之意。 端午安康,平安吉祥。